當地在副主持有名43歲 努神到泰國努友在臟臟經過檢驗 較早是感染到發展的團燃病趨公病 這也就是今年8月份在派鄉團出第一例 境外趨公病的病例 變成是董議官有兩的病例 董議官政府有先叫吳甘孟夫 今天是派人到患者站在住民 來進行到交互分業化學風地 希望風業的工作要確實來做好 庫公病是金優段有庫公病 八度版文定格甘孟一輩 甘孟夫公病的管轄代不肯會出現 發燒、頭痛、疲勞、想要討 肌肉痛、出症以及管轄痛 跟天狗節的症狀很殘忍 但是天狗節不一樣的是 部分的甘孟夫公病病人 避免數個禮拜都感到省省 有的管轄的管轄會痛到無法動行動 並且避免數個禮拜到數個月 在當地的天狗節並不出現 當地的管轄 立法主持這位庫公病白煩 在警告泰國路由 回國發白申告金償就醫 因為病情不改善 再告自己兩家病醫住醫治療 因為病情跟庫公病很殘忍 病醫才接監替上醫 經過檢驗症 更正是庫公病並且通報 有關我們部職 有通報疑例是 境外移入的趨公熱這個案例 目前個案是病情還都算穩定 還在住院觀察中 我們昨天在接或一次通報的時候 我們衛生局就開始 已經有啟動一些防治的一個措施 像我們也會進行去一些 環境的一個知青與微教 今天也會開始做一些熱銷的一個部分 不過我們在這邊還是要呼籲我們的民眾 如果你有到那個 尤其是到東南亞去旅遊的民眾 要特別注意一下是不是有防國 以後有一些症狀 例如發燒或骨頭痠痛等 一些症狀的話 還是要趕快去精速去就醫 那另外我們還是要做好 我們環境周圍的一個清潔 做好那個消滅病沒穩的話 最好的方法還是說尋到清刷 就是做好知青緣的一個清除 這才是我們最主要的一個根本 衛星球標示 路犯者不正病情穩定 但是也還在住院觀察當中 迫住衛星數為了方法 已經擴散 急使菩薩病患 我給犯者四十個機靈病患病患的 噴油統治單 明確在今天進行 給予來過的噴油統治 靜新新聞 重來信 普通知 彩虹報道 好久不見